每一次金马奖到的这时候都是到了最高潮 我们接下来深呼吸一下 就要颁发最佳男主角奖了 今天三位入围的男主角都在现场 莫绍聪第一次入围 周润发多次入围多次得奖 万子良多次入围尚未得奖 三个人的心情都不太一样 我的心情也不太一样 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啊你想想看这是不公平的 你看到他们每一次没事就来拿奖 我从来我就没拿过奖 这是不公平的 再说了大家都是人 他也是人我也是人 他有演技我也不差 比如说他们能扮太监 我扮女的也不错 他们演流氓我也可以演太榜 所以我说这是不公平的 这是不公平的 他们老来我不喜欢他们 我讨厌他们 我不公平的 好 我们刚刚我想评审委员看到他这个演技 对 不得奖是对的 白了言了 现在我们叫奔发 这一家男主角 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金马奖演后 陆小芬小姐 谢谢 各位嘉宾各位嘉宾各位展官大家好 今天我是不能得奖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没有入围 不过 套句刚刚两位主持人所讲的话 不虚得也好 虽然不能得奖 颁奖也是一项至高的荣誉 不过希望来年 希望来年我是个得奖人 而不再是个颁奖人 所以 谢谢 所以现在马上为您揭发今晚即将诞生的影帝 入围最佳剧情片男主角奖 第一位周润发 入围的影片有流氓大亨 第二位万子良 入围的影片兄弟 第三位莫绍聪 入围的影片中国最后一个太监 得奖者 周润发 流氓大亨 最后一个太监 Yeah 謝謝 你又得奖 好几奖 我想去年我们不能得奖 是因为我穿了牛嘴裤 不好意思 心跳一百是吧 万子梁说兄弟不是这样当的 白导演这个衣服是跟我要感情的 因为我在1985年在高崇得奖的时候 是穿这个衣服 我到美国拍戏的时候 第一天开工 导演在叫我 Cama 你跑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每一期Cama都叫我跑 我在美国拍戏拍了一个星期都是跑 后来今天明白了 导演叫我练学一下 跑来拿个金麻将 没有什么好讲 太过分了 老规矩 因为我在高崇的时候 得奖的奖金是留下来放的老人院 现在应该留在台北 没有爸爸 没有妈妈的小孩子 谢谢 恭喜周仁巴 也谢谢陆小芬小姐 谢谢 her 你 中文字幕——YK